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 加州之光 In-N-Out Burgers How to order an In-N-Out 它最著名的呢,就是它的cheeseburger 然后一般情况下呢,你可以点 单独点 那就是 I want a cheeseburger I want a cheeseburger, please 那如果一般情况下呢,大家点的应当都是套餐 那这个时候呢,套餐就叫做meal meal I want a cheeseburger meal Or,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就说它这个 Number one, number two, or number three 就是哪一个号码 你看哪一个号码对应的是哪一种套餐 就可以了 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套餐呢,是meal 然后呢,说到汉堡呢 那就不得不提 double double, three by three, and four by fours 那什么意思呢,普通的cheeseburger 一层肉饼,一层cheese,对不对 double double呢,那当然啦,literally,字面上的意思 就是两层 肉饼, cheese,肉饼, cheese,对不对 那three by three就是三层 four by four就是四层 那这种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爽 你可以试着就光加这种炒焦了的洋葱 和一些切碎了的辣椒 是这种,这种 jalapeno 这种墨西哥辣椒 我们都知道那种小绿色的辣椒啊 那这样子就是 I want a double double cheeseburger with chopped chilies and grilled onions 那我们都知道啦 你可以这样子普通的点 但是你去In-N-Out呢 一定要点它的secret menu secret menu是什么呢 就是它在它的整个这个大型菜单上没有的 但是基本上所有的加州人呢 都了然于心的 首先一个你一定要知道的 就是它的animal styles animal styles呢 它会给你加入美国人非常爱吃的一种东西 叫做chili chili其实就是一种肉酱 然后稍微有点辣的那种肉酱 然后再加到你这个汉堡里面 加入了美食这种辣酱之后呢 还加入了cheese 多余的cheese 薯条也可以做成animal styles 说到这儿了呢 我们刚才肉食主义者都说完了 我们还有我们一些存在的一些小范围的 还有vegetarian 那如果你是vegetarian 那你是素食主义者的话呢 你到In-N-Out也是可以吃的 你可以要grilled cheese grilled cheese 那很简单 就是两片面包加上中间cheese 就没有肉了 I want a number one with grilled cheese 这样子就可以了 之后呢还有一些情况是店员可能会问你一些问题 这时候呢我们也一定要听懂 比如说他会问你要洋葱吗 因为很多人忌口洋葱嘛 其实他会问你 do you want onions with it? 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他说的是 onions 要不要洋葱 主要把这个onions给听出来就可以了 另外一种情况 do you want ketchup? do you want ketchup? 要不要番茄酱? 所以你一定要说 yes, please give me some ketchup 或者直接就是 yes, please 就可以了 或者是 can I get some ketchup, please? 如果想要吃辣的的朋友们呢 可以问他一下辣椒酱 那辣椒酱呢 它牵涉到两种 有一种呢 就是这种液体的辣椒酱 这种呢就叫做hot sauce hot sauce就是辣椒酱 那有的时候呢 比如说有的人可能还会说 我就想要一点辣椒末 就那种美式的这种 辣椒的这种 小的那种辣椒末 这种就叫做pepper flakes pepper flakes 另外一个呢 那当然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for here or to go? for here or to go? 就是在这吃还是带走? 你的回答呢 也可以很简单 就根据他问的就可以了 for here 就是在这吃 to go 就是带走 非常简单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你 如果是drive through 如果是这种 开车点餐的呢 它会给你重复一下 你点的东西 你可以稍微注意听一下 它有没有辣的什么呀 然后自己注意听一下就好了 但是它最后会跟你说 it'll be nineteen fifty at the window it'll be nineteen fifty at the window 对不对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it will be nineteen fifty at the window 这个的意思呢 就是说 前面窗口交十九块五 那好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想要看更多 how to视频呢 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how to视频 点击订阅按钮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 不要忘记点赞哦 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你的赞 另外呢 可以随便分享给你 想要是in and out的朋友 或者星期们 让他们也知道 怎么样在in and out 更好的order 那如果你想要看我的信息呢 在底下的描述栏里面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